国中毕业纪念册呢 竟然搞了个乌龙 学生忙中有错 把老师的话给说反了 学生们看着毕业纪念册 念得一头雾水 就是毕业纪念册上 这两句印错的励志成语 让体育老师一脸尴尬 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误 学生的一个比误 那因为当时呢 学生他们在参加这个比赛 那参加比赛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忙 这本毕业纪念册 可不是在搞哭手 原来高雄市中校国中 两年前的毕业纪念册 被眼尖家长发现 原本励志的成语 应该是不应恶小而为之 不应善小而不为 学生特贼写反了 这一差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在毕业纪念册可以看到 那个字就是小孩子的字 不是老师的字 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比误 然后在仓促中呢 因为他们已经超出那个 要印毕业纪念册的期限了 校方说毕业纪念册 一印就是三百多本 因为学生粗心赶着交稿 竟然让老师的用心 良苦低宁 闹得大笑话 印错的字 跟泼出去的水一样 收不回来 老师的乌龙留言 也成了另类的毕业纪念 追求留情黄佩如 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